厚櫻2 《偶年眼蓋》 哈囉大家好 我是童年眼蓋的設計師Joanne 這次終於換我來跟你們分享了 真開心 這次要跟你們分享什麼呢 就是第一次探法讓你輕鬆上手 捲法整理不守殘 從高中到大學這段期間 是最多女孩們最想改變自己的時候 因為才剛離開繁忙的讀書環境 開始有了自己的時間 開始想要變漂亮 開始懂得打扮自己 一般女孩通常第一次想做改變的時候 其實都會選擇探法為主 選擇染髮的則比較少 因為先做改變的時候 先從頭髮的捲度開始著手 比較不會那麼容易變成太突兀 也不會那麼太出眾 在同裁間才不用擔心被調侃 因為人家女孩其實很容易害說的啦 在沙龍遇到第一次想變化的顧客時 我也是會推薦先從燙髮開始著手喔 比如可以先從C型彎或者是J型彎做嘗試 這兩種的模式可以讓初學者可以熟悉帶點捲度的整理手法 或是又可以透過燙髮來調整困擾已久的自然捲 讓自然捲不再毛躁 讓整理的順手感可以提升 所以對於第一次想燙髮的女孩們 總是抱持著一種想嘗試 可是又怕受傷害的心情 這種心情就會明白 所以請不用擔心 因為第一次燙髮可以針對三個要點做準備喔 這樣燙髮絕對不會成為你可怕的經驗 第一個要點先找一張自己喜歡的圖片 像是你喜歡的偶像明星 或是你喜歡的髮型圖片 在來Salon之前可以做這樣的準備 畢竟你還沒有看過頭髮 對捲髮的效果完全都沒有概念 會怕說適不適合自己 又擔心自己不會整理 而且更不清楚設計師要給你的效果 是不是你想要的 若有圖片做輔助的話 你可以跟設計師溝通時 能達到彼此有共同畫面 產生所謂的公私感喔 第二個要點 針對攤布捲的問題 頭髮還沒有太難過 完全沒有被破壞過 這樣的狀態稱為原生髮 屬於抗拒的健康法 在Salon可以先跟設計師做說明 讓設計師做正確的判別 這樣才不會你燙完之後回到家整理 才發現 怎麼看不覺 這樣子你還要來處理一次 你會很麻煩 而且也會留下不好的經驗 所以在Salon燙髮之前 可以跟設計師先說明你的頭髮狀態喔 第三個要點 要如何照顧燙完後的頭髮呢 在青春期期間 家裡一定會準備 針對深度清潔類型的洗髮精 和一些基本保養的護髮產品 所以準備第一次燙頭髮的女孩 可以想一下 家裡有沒有適合搭配 剛燙完頭髮後 所使用的燙後洗髮精 跟燙後修護術 因為使用這些產品 主要是為了我們燙完頭髮 剛處理過化學改變 頭髮一定會流失一些養分 藉由你自己回到家 透過這些產品的使用 讓你在催疹的時候 可以更加順手 也可以維持你頭髮的彈性跟光澤喔 若不清楚家裡有沒有這些類型的產品 可以偷偷問媽媽 說不定她會有失常喔 OK 我今天準備了一位燙髮model 可以示範一款 讓第一次燙頭髮的女孩回到家 都能輕輕鬆鬆整理的髮型喔 那我們看下去 歡迎我的model 宜慈 我們宜慈早期在做捲髮造型時 她都會透過電棒來做塑型 但是她今天要來挑戰她的第一次燙頭髮 在她來之前 我們有先透過髮型圖片來做溝通 所以很快的就找出我們彼此想要的效果 然後今天我們要幫宜慈選擇的是 帶中大捲的魂捲捲髮造型 讓她可以準備回到家 輕輕鬆鬆的就能整理出來囉 那我們趕緊的操作吧 OK 剛剛有提到 今天有幫宜慈做了中大魂捲的捲髮設定 主要這樣的設定是因為要利用中捲來做彈性 做支撐 然後利用大捲來增加線條的律動感 這樣子兩種的捲度來做混合的時候 它才能產生所謂的空間感 這樣子髮型再回去整理之後才不會顯得老氣喔 那我們接著進行加熱吧 好 在加熱過程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捲度類型大約區分哪幾種 在捲度的認知上 它的定義是很重要的喔 因為我們對任何事物的定義全然不同 所以每個人在針對捲度上的認知一定也是不同的喔 所以捲度它可以區分 大概是像這樣子是稱為腳捲 像這樣子我們稱為中捲 再像這樣子我們稱為大捲 然後今天9M幫大家示範的這一款 它就是中大魂捲的類型喔 所以女孩可以在看法之前 先做這樣子的一個收集 讓你在跟設計師討論的時候 會有一些共同的語言 讓你可以彼此知道說 你們到底想要的捲度類型是怎樣 若你在還沒有做出選擇前 不太清楚要怎麼判別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找你身邊的同學跟朋友 做一些討論喔 讓一些有燙過頭髮的朋友們 給予你一些好的燙髮經驗 這樣子你到沙龍不會覺得好像沒有準備 又會覺得怕怕的喔 我們燙完了 接著我們要進行吹頭髮囉 在吹頭髮之前要記得先上塑型的產品 要先抹均勻 然後接著在吹頭髮的時候 我們會將髮根前後或左右的來回吹乾 吹乾完之後 再將頭髮分成四大數 接著繞捲捲乾就可以囉 還有一個小提醒 就是當你洗完頭 吹捲好之後 你就可以先將你的髮術維持原樣 直接去睡覺 隔天要出門前再將頭髮剝鬆 捲度還是可以維持得很好喔 好了我們完成這次的作品 中大魂捲的捲髮囉 漂亮的作品喜歡嗎 喜歡的朋友 請將這支影片分享給身邊 第一次想看頭髮的朋友們喔 讓他們可以了解要點 也能先做一些心理準備喔 最後要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並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我是Joanne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盡